大家好 我們是最近好什麼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我們挑對象的時候會先看哪裡 但你會先看哪裡 眼睛 那就跟我一樣 真的假的 好像一開始大部分的人都會先看眼睛 你眼睛好帥 為什麼你會先看眼睛 我覺得男生的眼睛要 清澈跟乾淨 不能擺內障 因為眼神代表一個人的個性 就是如果他是一個比較憂鬱一點的人 他眼神就非常的優美 可是如果他是一個比較活潑一點 或是幽默一點 他的眼睛可能就會比較亮 比較清澈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會就相信那個直覺 對到眼的時候會不會有人弄 可是不會有男生第一次看到你這個 幹摸他頭腫啊 他覺得我們太吵了 那除了眼睛之外呢 幹嘛啦 你喜歡很低階的聲音嗎 是嗎 我 我 我 的話 我應該會喜歡肩膀很寬的男生 一般女生肩膀很窄 我靠的都大概只得到這樣 可是我希望是我可以整個這樣子 這樣我們把他站個桌子差不多半 太大了 太方了 我的肩膀下面可以打牌唷 有沒有黏住我啊 可是聲音不算不畏啊 很大啦 太難看見了 太可怕了 我覺得嘴巴耶 就嘴唇 我比較喜歡像我一樣薄薄的 薄嘴唇的男生不是都會比較薄情嗎 薄嘴唇的人比較性感 嘿 我不是我講的唷 想像子 不會希望跟太豐滿的人 你說哪一個方面瘋啊 我說 肚子 肚子 最寸 你剛剛說那個的時候是 不是 這個的時候 這個 所以就是這一塊對你來說重要 這一塊 其實我好像也是都是這邊尼桑耶 像侯傑對我來說也還蠻吸引人 那你會看男生的身材嗎 你是說一定要很壯那種嗎 我不會太喜歡那種健美這樣 的那種 我應該還好 可是我不喜歡太壯 就是那種拍照都要這樣 這樣 我喜歡剛剛好 太瘦也不行 不好看 就是女生不會喜歡比自己還要瘦的男生 身高會看嗎 會耶 就當然會想要小鳥依人 285公分 太高了 可是我覺得至少要178 因為我166吧 所以就覺得大概176178剛好 有人說過就挑對女生挑對像要挑自己高15公分以上 有了聽過這個時候 所以我164加15是 174 174 189 179 還是選太單 太慢了 那這樣子的話我要多少 166加15 1817 181 181 蠻好的啊 可是現實生活中比較難遇到吧 有很多東西也可以加15公分喔 鞋墊 沒有沒有沒有 年齡有在乎嗎 暴露自己的小秘密 我曾經有喜歡上比自己大10歲以上的男生過 可是我覺得這個年紀 就像我們這個年紀會很喜歡大叔 大概30以上 62 太肉了 一點嚴 不要說練什麼的最爽 這可以放進去嗎 好嗎 好嗎 儘管自己說我不會喜歡比自己大10歲以上的男生 但是遇到的時候我覺得還是會有一種那種 可是我會想耶 就如果我生活中有一個成熟穩重 大我10歲我也覺得沒關係 20歲 20歲有點太大了 我是怕我們的話題會聊不來 因為在一起最重要最一定要的話題要聊 20歲的你咖啡啊 不行 20歲的韓國男團 40歲的帥韓國男團 我們這一集就是為了要讓大家知道你的理想心 可是我怕大家會覺得我很奇怪耶 你不講就是很奇怪的人啊 不行 你要尊重的理想心 他是你最理想的人 因為你們都覺得我很奇怪 我沒有 我沒有這麼說啊 你有你的市場啊 我喜歡忠翰涼 我也不會覺得我自己很奇怪啊 我喜歡 我恰恰 那真的是可以完全無法要擠 恭喜碰狗 不好意思碰狗 我喜歡王世堅在夢家裡面的那個樣子 喜歡瘋狗造型的王世堅嗎 我已經捨這樣子了 不要逼我了 所以你喜歡清澈的眼眸 聲音很低的瘋狗王世堅 欸清澈眼眸是我吧 就是對有那個 有那個 不是 滋是什麼 滋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 小男生那種清澈的眼睛 六歲 開手 剛練同屁 練同屁 R 我喜歡身上有刺青的男生 這是秘密嗎 你不要再聽說 這完全就是夢家裡面的角色 這不算秘密啊 只是說 你看起來不太像 會喜歡這種型的 那你喜歡唐伯爐的眼球小裡面那個 左青龍 太黑了 太強了 左青龍 又白 但那個刺青不是紙背上什麼 有龍啊有鳳啊 就是那種 漢雞跟鬼 不是 是有那種異異型的刺青 那如果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我試了一隻白樓 先看來好了 好可愛喔 我很可愛耶 這樣我又覺得很可愛 好 大家知道要怎麼刺的話 欸 不要亂刺 不要亂刺 幽默感也蠻重要 現在一開始從外表到內部 因為年輕一點的時候 會想要看外表 可是到了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就會比較想要看內在 因為畢竟你要相處很久嘛 對啊 除非你是素食愛情 我自己是非常注重幽默 就是聊天的時候啦 讓我接不上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尷尬 對 因為女生本來就不是一個 會主動製造話題的人 比較容易害羞 就我自己又是個很怕尷尬的人 跟我了不起來的話 我就會很安靜 對不對 好 歡迎有幽默感的 長相周翰良和王世賢的人 來報名喔 報名什麼 天啊 好啦 我們換男生組啦 雖然說我相信 應該沒有什麼人在乎 所以我們才把男生放到後面 我們會先看哪裡 眼睛 好 我覺得男人應該都是一樣 只要是男性 對 我們都應該是先看 最重要的靈魂之衝 沒錯 然後當他別人在看你之後 你就看他的胸部 天啊 綜藝老笑話 可是你們眼睛在看眼睛 看眼睛也要照顧嗎 你要防止被霧認真騙太好 我們要先看他的眼睛 看他有沒有在看你 如果沒有 看胸部 對 你有沒有說法 就是看著女生的胸部 就像是盯著太陽看一樣 盯著太久眼睛就會受傷 可是當你戴著墨鏡 他看不到你的眼神 所以你愛看多久都沒關係 好聰明 欸我們這個頻道 是有很多小朋友在看的 就收臉下 小朋友們 要找到兒童墨鏡喔 哈哈哈哈 乖掉了 你覺得 你第二個會看的地方 其實真的就是 往下掃視 今天剛好有個男的沒來 他會從下往上掃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他現在站在腳 先從頭開始 先對到眼之後呢 慢慢往下 然後看到 臉型好不好 穿著怎麼樣 胸部怎麼樣 整體的一個感覺 我們像是指導師 第二 這個我覺得 我們沒有什麼好膚淺 這個很正常 我們是個健康的頻道 就真的是 我不能說我膚淺 但是我真的 這個是一個審視的一個關卡 可是我跟你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第二個是看牙齒 有沒有覺得很意外 屁 但是真的很整齊 我真的是蠻注重牙齒 你笑起來 打開是亂的 我會嗨 就我不會想再注意你其他地方 那是我還好 所以如果打開也是 有缺油罐層 哈哈哈哈 你看牙齒 它有缺油罐層 你那個選擇的感覺 就像我看胸部 結果它是腹黑 它凹掉糖了 下雨會急 這已經是病了 這不一樣 不能這樣比 好那你的牌 第二是牙齒 我的第二就是胸 第三 我第三就是胸 那我沒有再跳回去 我往下 肚臍 太奇怪 我不care肚臍 凸的呢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會先看牙齒肚臍啊 對啊 墨肚妝 哦 累 我應該會看臀吧 有時候 我應該會看臀吧 有些女生變深蹲 其實目的也是讓她曲線好看 看敲不敲 這次我們聊得這麼膚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聊的是看哪裡 你又看不到她的冰火 也看不到她的個性 一切都是以激發性於為主的心態去做神事 對 這沒有什麼不承認 可是我在臀這邊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你腳的曲線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O型腿 扣分 欸我其實對臀還好耶 所以胸跟臀 硬要二折一 你會選哪一個 胸 我會選臀 雖然她派第三 看得順序 可是我覺得臀的比重很重 你覺得觸感對你來說會比較珍惜 你怎麼那麼膚淺呢 怎麼摸下去了咧 小心 怎麼摸呢 我剛剛沒有聊到魔王子說看啊 沒有嗎 你的理想型有沒有一個simple 就像我們前面的有一個是王子先 一個是中漢秒 你有沒有一點理想型 你先講講你的你有嗎 因為我個人也是個憑感覺 有同學要幫你前線 他就要問你說你喜歡什麼型啊 有沒有理想型啊 頂多就是說 可愛的吧 但是可愛這種東西又很主觀 你說苗條那大概有個範圍 你們男生可愛的跟漂亮的不一樣嗎 不一樣 差多了差多了 真的假的 我想一下可愛的有什麼樣的simple Hello Kitty 呃太噁心沒有嘴巴 沒有嘴巴 不容易 他有嘴巴 還有嗎 有 動畫版才有啊 對啊 我想說買歪的娃娃她都沒有睫毛 我都不能 我的天啊 我家裡在這裡可能為她吃東西 可愛喔 秀秀那種算可愛 戀心 就是算可愛 漂亮的話會比較偏向 心緣結衣 心緣結衣 所以可愛的不等於漂亮 但是不會在一起 有可能她可以是漂亮也同時可愛 她很漂亮的外在 然後很可愛的個性 那照你這樣講的話 我的漂亮的定義可能就是我 周子瑜那個方向去走 周子瑜是漂亮 周子瑜我覺得不算可愛 如果硬要講理想型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她跟我站在一起 我不會是跟她是同個世界的人 我自己的理想型啊 我想了很久 一開始我覺得我只是喜歡可愛型 我想想我覺得 我喜歡凌家的那一種性 對 我不喜歡女神或網美 因為我覺得女神或網美那一種 會給我第一種是距離感 然後這個算是自卑心理 我自己覺得我不是那一種大帥哥 所以我配不上這一種類型的東西 對 反而是凌家的那一種就會讓你覺得說 沒有距離感又好心境又像哥們 又好聊天 相處自在 對相處自在 在這一關就進階到變成是 我覺得可以培養感性 對 然後 湯瑋 湯瑋我覺得她不算是急症的那一種 她不是那種標誌急症 可是我覺得她有 還不是有點變 對啊 對啊我能否認這是什麼 對啊 我喜歡可愛 凌家 太漂亮 就不有距離 畢竟我也不是左盼女 我也不是王志賢 對 如果真的照你這樣講的話 我的理想型 大概就會像是 胡瓜 哇太恐怖了 變態 太恐怖了 這樣子的理想型 我跟你蠻像的 就是凌家這一塊 凌家這一塊 對 我凌家 一點都不凌家 馬上打臉 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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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小隻 就是 剛剛接女生話題 你剛剛說三公分嗎 拇指姑娘是不是 接屋少年 什麼接屋少年 梁上君子愛力氣 偷東西了 其實我最喜歡的身高 大概是 153 就跟我前面講一樣 我喜歡可愛 對 對 應該說 因為女生也在找一個 可以當一個依靠的對象 像我本身我又不高 我168 那我要找一個 跟我差不多高的 我就沒辦法給他那個感覺 那其實我覺得 小隻的 就會讓我覺得說 我可以展現 我也是個男人的那種 風範 所以你168 我168 我176 你叫什麼 我們不能在一起 其實 厲害一點到14多 搞不好都沒抗拒過 對 可是我沒有碰過 我碰不到這種對象 你喜歡 差不多 也是小芝麻類的 小芝麻 你怎麼這麼不尊重人呢 你真的很誤化女性 你真的很誤化女性 對我真的也是喜歡 比較小隻類 就是我也像你一樣 征服感 而且 小鳥依人的感覺 我畢竟也不高 176 說得好 欸 說得好 說得好 對 好 我相信以上 我們這兩個 不是帥哥的人 聊我們的理想形式 沒有人在乎的喔 嘿 加油 影片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按讚加分享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來繼續觀看我們的 日常生活喔 影片到影片下方 和我們留言做互動 有什麼奇彩的留言 分享給我們喔 那我們 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拉桶